好 还要来看到台中一名21岁的陈姓女车手 在24号遭警方约谈作笔录之后 被三名同伙怀疑攻出内情 竟然是联手殴打 并且是用铁链将她囚禁在地下室 直到女子趁同伙外出打电话向父亲求救 整起案件才曝光 而警方在三天之内 也火速地将三名嫌犯逮捕归案 穿着黄色背心 头戴安全帽被远警压着走出警局 他们就是囚禁女车手的三名嫌犯 乔龙走在最前头的就是陈姓楚贤 影片里跟在黑男子后头的 就是遭囚禁的21岁陈姓女车手 上个月24号遭警方约谈制作笔录 所以又回到龙井一带找同伙 不料过没几天另一名同伙也被带 其他三名同伙怀疑遭女子出卖 联手将要带到槟榔滩地下室囚禁殴打 一关就是三天 直到27号晚间 趁嫌犯外出打电话给父亲才获救 因怀疑该女子供出取等之犯行 趁其返回停车地牵车时 以铁链囚禁并殴打成伤 踏破铁链木条铁拨等证物 警方表示三名嫌犯得知女子获救后随即逃逸 警方展开搜索 在原子街逮捕陈姓主贤和立敏嫌犯 第三名嫌犯则是在父亲的劝说下主动投案 警方巡后依诈欺伤害 妨害自由组织犯罪等罪嫌 移送正办 见中部中导